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北流音樂中心滿載車是第一天 柯文哲一出場 現場民眾尖叫不斷 但這熱情恐怕沒反應 在民眾黨選情上 繼高雄不選吞敗後 和平區長又落選 而且只拿下456票 敗給五黨籍五萬輔的 兩千兩百四十票 來得監棍險峻 不過還好未來的 這個時間也沒有選舉了 所以可以靜下心來 從長記憶 在藍綠兩黨以外的 要去做改變 相當困難 真的得好好想想 民眾黨下一步 因為困著連續兩週 都前進和平掃接敗票 但自身光環難以轉移 民眾黨慘被邊緣化 力求突圍頻頻插其各地 甚至派出黨紀立委邱成遠 在基隆設立服務處 人才也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是這樣 我們每個地方有人 我們就設服務處 就認真的過每一天 快樂的過每一天 時間到了適合的 我們就推他出來選 就這麼簡單 現在正開始 畢竟柯文哲放眼2022 當成自己2024選總統的前哨戰 想在各地 推出縣市首長候選人 在地經營卻不足 只有擔心不選產出局面 再度上演 現在起步 想要立晚提示 前面上個直播中軍 艾成小組 他的基隆做得懂 對 在地經營卻不足